柏游路上莫名其妙被人花上白線 出現好幾個車位 上頭還有編號 這條路究竟還能過嗎 經過的民眾拋出疑問 引發熱烈討論 但在地居民似乎已經見怪不怪 事發地點在高雄鳳山立人街91巷 這塊地其實是私有土地 也是繼承道路 市府計畫在旁邊車棚的位置 要開闢八米寬的道路 地主出於好意先劃設車格 想讓車庫的車輛都挪過來 好讓市府能夠挖路 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 道路都還沒開設好 就先占用繼承向道化車格 不免會讓用路人有所毀搖 地主操之過期 目前車格還是得全部塗銷 隨意十字畫車格 警方也將會依法開罰 最高可除2400元的罰還 基隆也發生類似的情形 停車格上又畫紅線 民眾接到罰單氣炸了 明明有畫格子 為什麼卻不能停呢 原來這裡真的不能停 基隆市一二路一三九項口前的車格 惹正義是否派來的廠商 多畫了一個車位 害得許多民眾誤入停車陷阱 不是收到繳費單 就是收到紅單 這下子還得向監理單位 提出申訴才能撤單 真是遭受了無望之災 TVBS新聞裡戰勝劉欣輝 高雄基隆報導